瑞士乡内没有民营幼儿园 也因此幼儿学龄教育就是以公托或者是相托为主 那么相托幼儿园25号也配合了西洋圣诞节活动 规划了一系列的节庆体验活动 尤其乡长吴安德也配合演出 装扮成了圣诞老公公 发送糖果礼物和小朋友们同情同乐 配合圣诞节庆 瑞士乡立幼儿园选在25号圣诞节当天 带领小朋友体验西洋庆典文化 祝大家圣诞快乐 乡长吴安德以一身圣诞老公公的装扮现身 不仅发送圣诞节糖果礼物 也听取每一位小朋友的圣诞愿望 现场气氛温馨可爱 由于瑞士乡内没有民营幼儿园 也因此乡内学龄幼儿教育就以公托或相托为主 每学期几乎满朝的乡立幼儿园 目前总共45位幼童 5名教保老师 每年平均将近1000万元左右的预算经费 除了是专业师资 也逐步提升优化幼儿园设施设备 以及强化教育场域的安全 让乡内幼童能够安全快乐的学习 第十一玉兰瑞士采访报道